大家好,我叫 Parker 徐,再次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主要是在 Kubernetes 社区做,目前是指导委员会成员,然后我主要负责的是 Cool ADM 和 Stick Node 方向,此外我还是 Linux Foundation 的 APEC 的开训部老师。 大家好,我是蔡薇,然后我来自 Doc Cloud,我在社区的名字通常是 ASBO,然后现在也是 CCF 的 Ambassador,然后是 Classpedia Founder,也是 Kennedy 的 Maintenance,同时也是参与和发起组织了 KCD 上海、深圳和北京三厂。 我们两个都来自 Doc Cloud,然后这是 D. Run 的全景图,然后随着越来越多的 AI workloads 被部署到 Kubernetes 上,这也成为了一个社区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持续投入 Kubernetes 社区。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国内的 Kubernetes 社区贡献的一个情况,这是去年的 2023 年的一个报告,中国在里面其实大概占到 9% 的一个贡献, 然后最近几年也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这是累计的各个国家在 Kubernetes 社区的贡献,中国基本上是一直维持在第二左右。 这个的话是可以看到是社区里所有的贡献者的数量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到在 19 年和 20 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后之后是有一些下降的,然后随着最近一年 AI workloads 在云原生方向的一个浪潮吧, 然后也能看到它有一个复苏,然后最近是有不少的这种增加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开源贡献者,尤其是在 Kubernetes 社区里面大概有一个 100 人左右的一个规模。 这是今年 Kubernetes 10 周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 Contributor Card,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开源贡献者,你也可以去查询一下自己的 Contributor Card,然后这里列了一下国内相对贡献比较多的一些维护者和早期的一些贡献者。 可以看到有刚才的演讲嘉宾 Kevin,还有海峰等,还有 Andy, Andy 应该是我们这里贡献最多的一个,和启明应该是贡献最多的两个人。 这是去年在上海举行的 KCS,我们聚集了大概有 50 名 Kubernetes 的贡献者。 今年的话是没有 KCS 的,后面可能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贡献者,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办 Kubernetes 的贡献者峰会。 下面的话我们做了一些调研,然后让我们来听一下社区里贡献者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关于大家在社区里的一些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 Andy 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公司的一个业务需求和开源社区的一个平衡。 然后这里其实如果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人能意识到,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Upstream First 的一个重要性。 郑伦也提到了一个对于新贡献者的一个社区仍然还是缺少一些引导和帮助的。 然后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就是他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希望大家在开源社区里做贡献的时候能够锚定一个点,然后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去持续地做一些投入。 然后在 Kubernetes 社区里面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 SIG 和一个 Workgroup 或者是 Workgroup。 这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总结,就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去做的话,有可能会让你受挫。 所以其实可能后面还会讲一些 Tips 然后来帮助大家更好的融入社区。 那么在社区里你其实是你有多少的付出就会有多少的回报。 这是唐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在开源社区这句话同样的适用。 综合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首先是公司层面是不是有开源战略,是不是大家比较支持大家去做开源的事情。 其次就是如何去平衡公司的业务和开源区的一些事情。 然后个人方面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大家的语言、时区、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然后可能需要大家去跨越这些障碍。 从社区角度的话,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说社区的维护者比较忙。 然后有一些 Issue 和 PR 的反馈的时间周期会比较长。 可能这个是目前社区最大的一个问题。 下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社区的一些经验和总结,一些小的 Tips。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一个贡献。 这里其实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写一个功能,做一个设计稿,修复一个bug等等。 但是其实总体来说,所有对社区有帮助的事情,不管多大多小,都是一种贡献。 比如说一个功能的提出和这个功能的review和这个功能的讨论,都是对社区的一种贡献。 包括你去上报一个问题,上报一个CI的问题,或者修复一个CI的问题,或者去写一篇新的博客, 或者是你翻译一篇其他语言的博客到你自己的一个语言等等,都是对社区的很好的贡献。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太纠结这个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小的事情做起,然后开始你的社区的一个contribution。 这里推荐大家观看今年上海KCD有一个分享是技术和非技术的四华路径。 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详实的内容,尤其是没有参与过开源社区的人。 紫秋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物以散小而不为物以恶小而为子。 尤其是在Kubernetes这种比较大的社区里面,即使你修复的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 但是这个受益的是整个社区的用户。 其实这个受益者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一定要从小事做起,然后来构建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这个对你开始进入社区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其他的贡献者的反馈里面,其实这里面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希望大家能保持耐心,保持友善,然后持续地去贡献, 然后同时要保持一种激情。 然后这些都是在社区贡献者的非常优秀的品质。 这里非常感谢参与问卷的所有的贡献者。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Kubernetes社区的一些资讯, 然后可以去听明天下午的Kubernetes的原作。 然后他会介绍最近10年的Kubernetes社区的一个演化, 以及探讨一下Kubernetes社区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们请到了国内目前的很多维护者, 包括Ingress的维护者金涛, 然后CNCF2C Kevin, 前SIG scheduling chair马达, 还有国内贡献最多的女生孟娇, Kubernetes实战指南作者倪鹏菲, 还有StickDoc的TechLead的腾启明。 如果想了解更多社区的事情, 然后想有什么问题去咨询我们的社区维护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一年来中国举办的云原生活活动, 还有和KCD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是一些中国在去年10月份到之前举办的一些中立性质的社区活动。 其中KCD活动举办了三场, 分别是在上海、深圳和杭州。 根据KCD的透明度报告, 深圳注册人数为将近400人, 然后到场人数的话是将近200人。 KCD上海一共是有四个分论坛, 注册人数和到场人数分别是突破了700人和300多人。 然后我们在组织KCD的过程中, 我们在不断地探索和高校之间的一些合作。 在KCD深圳和KCD上海, 我们增加了一个高校合作的一个身份, 然后分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 还有华士大作为我们的合作高校。 并且在KCD上海中, 我们也增加了一个音乐生新手和开源教育的一个论坛, 并且邀请到高校内深度参与到开源的一些同学, 还有开源社区里边参与贡献比较多的一些维护者们, 来进行一些分享。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KCD之前的一些信息, 然后那么什么是KCD? KCD是由CNCF支持, 并由CNCF大使CNCF项目的维护者, CNCF成员以及深度参与到开源社区贡献的, 参与到音乐生贡献的维护者们来共同组织的一个中立性质的社区活动。 KCD通常是以城市来为名, 然后它的辐射范围和音响范围是在城市和及其周边的一个区域。 KCD的申请是公开开放的, 就是公开开放的。 然后在KCD2.0现在已经发布, 然后它的一些申请要求以及举办的一些要求, 还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并且CNCF也增加了对KCD的一些支持。 其中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些要求是在于对于地点的选择。 首先我们KCD的城市选择不能与CNCF或是Linux Foundation所举办的活动 城市有冲突。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时间的选择。 在时间上我们不能, 在时间上需要去和其他的KCD, CubeCon还有CubeDay有一个两个月的间隔。 另外更多的信息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扫码来获取更多的关于KCD举办, 还有参与的一些信息。 这些是在举办KCD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 其中比较需要关注的是至少需要预留出来三个月的时间, 去来合理地去规划整个组织的一个计划行程。 然后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和CNCFKCD团队能够保持一个友好的一个即时性的一些沟通。 那么我们怎么去参与到, 除了组织KCD以外怎么还能去参与到KCD呢? 然后首先第一步的话肯定是要去获取到, 即时地获取到KCD的一个信息。 然后第一,首先是可以去通过这个KCD的Github的issue, 然后跟踪KCD举办的一些信息, 还有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 KCD具体的一些这个当前的一些进度。 第二个的话是可以通过CNCF的公众号。 CNCF的公众号大部分的KCD, 中国国内的中国的那个KCD的话都会去选择将自己的宣发文章首发在KCD, 首发在这个CNCF的公众号。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来获取到一些首发信息。 针对于不同的角色都会有合适的参与KCD的一些方式。 如果对于不同的任何对KCD感兴趣的组织或者说是爱好者, 都可以去根据刚才介绍的一些Githubissue, 或者说是CNCF的这个公众号来联系到具体的这个KCD的组织者们, 然后去和他们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交流, 看去如何去参与到,参与到这个KCD的组织中, 或者说去参与到KCD整个的活动中。 最后我们要感谢一下中国区Kubernetes社区的贡献的, 这是前50多位Github的他们的头像。 感谢大家在Kubernetes社区做出的贡献,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Kubernetes社区中,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后最近的话KubernetesSterium的新一轮选举也正在进行中, 它有一个现在还在提名阶段, 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国内的人能够进入到Kubernetes社区的维护者, 或者是Sterium等等这方面的, 在Kubernetes社区里做更多的事情。 感谢大家。